一杯咖啡是许多人选择开始新一天的方式 人们经常在上班途中买上一杯咖啡 一边喝咖啡一边开车 但是丢弃的咖啡杯已经对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 英国环境审计委员会的议员们 在这个月的5号发布了一份报告中警告 每一年英国所丢弃的带有塑料衬理的一次性咖啡杯 达到25亿个 平均每日高达50万之多 这些咖啡杯几乎没有任何回收利用 大多数是被焚烧或者被送到了垃圾掩埋场 因为需要防水 这些咖啡杯的内部衬有塑料衬理 这使得他们的回收变得更加昂贵 许多人将这些一次性的杯子丢入回收箱 并且相信他们将被回收 就像在杯子的侧面所描述的那样 英国环境审计委员会的主席 Mary Kui说 咖啡杯的生产商和经销商没有采取行动 纠正这种情况 政府也袖手旁观 他建议政府就一次性咖啡杯征收25便室的拿铁税 称筹集的资金可用于改善回收设施 英国国会议员敦促部长们设定一个目标 到2023年让所有这些杯子都可以回收利用 如果这个目标没有实现 政府应该禁止一次性咖啡杯 知名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今天宣布 他们计划在伦敦的20到25间的连锁店内 开收五便室咖啡杯费 知名连销